大家这两天有没有打开自己的网上银行 比微信太频繁 是的 美国国税局给所有符合资格的 报税人的1200美元的补贴 陆续都到账了 当然没有收到的 也不用太过于羡慕和着急 因为国税局说 现在只是发了一小部分 其他符合资格的将陆续发出 如果大家还不放心 恨不得每半个小时 都要刷新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 不妨打开IRS在官网上推出的 Get my payment的查询系统 大家在这里就可以查询到 你的1200美元是否被安排上 好了 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毕竟我们是要往前看的吧 就在我们刚收到1200美元 喜悦之情还未退去的那一刻 美国众议院两名民主党 再抛出一个非常好哄的 二次发钱提案 每家最高5500美元 并且每月都发 连发半年以上 虽然这个提案 还要等两院投票通过 但是单凭这个消息 就足以让我们精神一把了 这个提案具体说些什么呢 首先 美国每个年收入小于13万美元 且年龄大于16岁的成年人 每月至少获得2000美金 其次 年收入小于26万美元的已婚夫妇 每月至少可获得4000美金 最后 有子女的家庭 每个孩子可获得500美金的额外补贴 最多补贴三个孩子 那这么掐指一算 如果一队拥有三个孩子的夫妻 那么将会获得5500美元的补贴 提案还说 这个每月援助金将至少连续发6个月 并将持续到16岁及以上人口的 月月率超过60%为止 并且这些援助金不会被寄入个人收入 因此不用担心拿这些钱 会影响获取其他社会福利 不过遗憾的是 提案目前没有明确 可领取紧急援助金的对象身份 目前不知绿卡 H1B等是否可以拿到援助金 这个提案现在已经被送交国会 将会在近期有两院投票决定 其是否生效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